歡迎來到巴爾面實驗室 今天屋外的溫度非常高 大概有38度以上 我們今天要做的實驗室 如果我們把打火機與香水放在車子內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雨表板在高溫布塞下是車內最熱的地方 如果我們把打火機與香水放在雨表板上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現在我們的打火機的溫度 差不多是在58度左右 好,我們的香水的溫度 大約是在42度左右 會有什麼的變化? 好的,已經過了半個小時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 車上的香水瓶與打火機 現在的溫度是幾度呢? 打火機現在的溫度已經顯示62度了 香水瓶現在的溫度是57度 我們再稍等一下 那打火機上次放置了兩個小時之後 是沒有引爆的 但是在這個我手指頭指的地方 它是有變質劣化的一個情形 我們持續來觀察 它到底會不會引爆 那我們打火機 經過了車內曝曬 它雖然沒有引爆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裡面原本添加液燃的氣體被蒸發掉了 那我們現在一樣放置兩個打火機 用我們來看到底會不會引爆 那我們最後實驗的結果呢 消水瓶它是沒有引爆的 但是我們這邊還是呼籲大姐 雖然沒有引爆 但是它裡面的成分含有酒精 那一旦它這個玻璃瓶受熱曝曬 裡面的溫度提升之後 酒精會不斷在這個玻璃瓶裡面揮發 產生氣體膨脹 因為這個玻璃瓶的體積比較小 一旦它裡面的壓力大到這個玻璃瓶 無法承受它的壓力的時候 這個玻璃瓶還是有可能會有爆炸 兩個打火機都是沒有引爆的 打火機通常裡面都是添加丁碗 平碗或是液態石油器 一旦這個打火機裡面的溫度高達 摄氏50度C以上的時候 裡面的油氣它就會產生一個氣體的膨脹 這次沒有引爆的原因 因為它的金屬接頭 與它的塑膠的接風處這邊 因為高溫迫曬產生劣質的變化 導致它的吸風 就從這個接風處來釋放它的壓力 那加持它這個打火機 它沒有這個吸風處來宣洩裡面的壓力之後 就有可能產生一個爆裂的情形 我們今天的時間就到這裡 我們日前有看到一則新聞 有人在吃火鍋的時候 不小心把打火機掉到火鍋湯底裡面 那它到底會不會引爆呢 沒有看到 雙方的火鍋 應該可以發生了 好,燥曬 它應該會不會引爆 全邊的火鍋 然後就會看到它 有四次火鍋 更多的火鍋 然後就在火鍋 放在火鍋 放在火鍋 後面的火鍋 放在火鍋 再火鍋 放在火鍋 然後就在火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